再来禅波罗蜜什么时候圆满呢 如一切外道禅定中的自在 得到很深的禅定 另外又如上舍离仙人 这个一样都是释迦如来的前生 都是释迦菩萨 坐铲的时候无出入席 我们坐铲的时候 其实出二三铲都还有呼吸 到什么时候没呼吸呢 到第四铲 到第四铲的时候 就没有鼻子的出入席的像 因为它坐铲的时候连呼吸都没有 动都不动 这鸟来看 那很好啊 我要生蛋 那这个上舍离仙人 因为这仙人大概不剃头嘛 那逻辑啊也卷得好好的 那我不用自己自己做潮啊 对不对 这个现成的多好 那就在逻辑里面的生子 不动不摇 结果那时候 它想要出钉都完了完了 这下子我会出钉一动 这鸟蛋就会破了啦 或者鸟子就会受惊吓 所以就忍着吧 继续修禅钉吧 乃至鸟子飞去 这时候它才下作 好那这是禅波罗蜜圆满 下面波尔波罗蜜名和满 打约菩萨大心思维分别 如郭彬朵 婆罗门大臣 这个也是释迦菩萨的本身 不过这里的波罗蜜 在我们看起来 它并不是断烦恼的智慧 它其实是世俗的 世间的智慧 如严福体大帝 它分成七分 大城 小城 聚落 村民 每一个都分成七分 那么在布派里面 觉得说它很有智慧 不过在大圣看来 这样的智慧只不过是世俗的 不过他们认为说 这样的波罗门大臣 非常有智慧 这是波罗蜜满 不过这里虽然是举这个例子 当波罗波罗蜜满 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存的大壁菩萨论 所以皆有步的大壁菩萨论 这里面其实只有其中的一说 如果以菩萨的正宗来讲 那是得到进制无声制 就是快要成佛那时候圆满 才算智慧圆满 才算是波罗蜜满 大臣这里批评 是其中一家之说而已 这一家之后